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行 教定本是在九十六页第二行 我们一起看原文准备好了吧 看原文 能生辞者 许威系陈调等法 随生随除而不忍受 故须第七心 生第七心 须献于诸寻死及随烦恼 散乱之为过患 由有力正之 于彼等上 侦查令不流散 故须第五 及第六心 此二即是 有力正之 所承办故 那么呢 前一讲我们讲过了 就是九柱心和八柱 那么说 要升起第八柱心呢 就必须 连威系地沉掉 这个 这些等等 在升起的 在刚升起的时候 就要遮除而不接纳他 就是立刻对峙嘛 就绝对不能忍受 那所以呢 这样的状态呢 就是需要第七柱心 第七柱心呢 就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他的那个 反应速度要很快 那么要升起 第七柱心的话 就需要有力的正之 然后了之呢 由于许因此 与随烦恼 而散移为过患之后 甚至过患之后 然后他就开始 像一个哨兵一样 开始侦察 侦察呢 就是不要的流散 在那上面之后 所以呢 他又开始需要什么 需要第五柱心 与第六柱心 因为第五柱心 和第六柱心呢 就是透过 有力的正直 所修成的缘故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呢 为了升起 专注一径的 这个第八柱心 然后想要在 第八柱心的时候呢 不要被陈调影响 那之前呢 就必须对 威系的陈调等 随生随除而不忍受 这个 随生随除 这四个字呢 就是挺不容易 因为 你为什么会知道 他升起了 他刚升起来 你为什么就发现了呢 就是很有 很强的正直 然后把它除掉的正念 所以他这两个 速度和力度 都是很猛的 所以在这个 升起来 就是在陈调等 随生随除 而不忍受 就必须要在 升起 威系陈调的时候 当下灭除陈调 注意 这里边还出现 一个威系陈调 所以呢 我们对于 沉默和调举的态度 就是 绝对不能忍受它 也绝对不能说 你带你的 我修我的 这事不可能 它就是来破坏 破坏我们 就是专修的 所以绝对不能够 置之不理 或忍受它 因此呢 就需要依赖 第七主心 那要想升起呢 第七主心 达到这个目标呢 还有什么条件呢 就必须要 先了知 就是这种 恶寻思 还有烦恼 散乱的过患 就是一定要先了解 这个 因 就是这些杂念啊 或者随烦恼啊 而导致的 这个散乱 所带来的过患 那它最深的过患 就是 我们绝对无法 成就舍过它 它直接破坏了结果 还要等等 比如说苦受啊 等等 这需要呢 有非常 强而有力的 政治 来做观察 防止内心 向外流散 要强而有力的 政治的话 就到了第几主心了呢 所以必须要 先承办 第五主心 于 第六主心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再往下看 看原文 能生辞者 付须 善失所缘 亦计 素亦所缘 即须 最初 不从所缘 散乱正念 顾须 第三 即 第四心 以此二心呢 既比二念 所 成半顾 又生辞者 须先令心 寄予所缘 即令所寄 须留不散 顾 顾 应 先 生 出二种心 说 要生起这样的心呢 也就是 要生 第五主心 又需要什么呢 又需要 即使从所缘 散义 也能够快速地 意念起所缘 以及呢 从最初 就能够避免 从所缘 散义的 什么呀 正念 所以呢 就需要 第三主心 与第四主心 因为第三主心 与第四主心呢 是透过 两种正念 所修成的缘故 所以呢 要生起 这两种心呢 需要 首先讲内心 安置于所缘 以及呢 使如此安置的 蓄留 不散义 所以要先生起 什么 第一主心 和 第二主心 有没有发现 想生起 五主心 与六主心的话 第六主心的话 就是 要具备 强而有力的 政治观察自心的 一个能力 对不对 大家承不承认 观察内心 强而有力的 政治的话 是一种能力 而这种能力呢 是不是可以 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就必须要 先透过正念 令自己的心 能够安住 然后当内心散落 而离开 所缘境的时候 离开所缘了 怎么办 能够立刻意念的 察觉 马上就发现了 他非常机敏的 而并且透过什么 正念 把心得拉回来 然后再一次呢 安住在 所缘境上 然后就这样什么 透过 不断地不断地 反复地练习 然后使得最初 就能够升起 强而有力的正念 让心在修订的 过程之中 不会因为散乱 而失去所缘境 就是说 这个散乱是 破坏不了 它不会因为散乱 而失去所缘 所以呢 那么就需要什么呀 就需要 第三住心 与第四住心 然后这两个住心呢 这两个住心的特色就是 都透过正念成败 所以如果想升起 第三住心和第四住心 在此之前呢 就必须要讲心 将我们的心 聚焦在 散书原境上 并且能够什么呀 安住的时间 从一开始要 拉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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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保持不散乱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要开始 从那个 一点一点 短暂的一个 安住的时间 开始日日拉长 所以呢 一定是必须 先升起 第一住心与 第二住心 那么由此可知呢 九住心是由 小 一点点专注的时间 然后 慢慢地变大 变大变大变得很长 长时间的 会到达那种 随心所欲的 你愿意安住 多长就差 一开始是 一点都不能随心所欲 一开始 后来就是 全部都能随心所欲 所以它是呢 由小见大 由弱变强 这样依照此地升起 而所要对质的 违品呢 也就是什么 是一开始 对质的是粗的吧 然后慢慢 包括那个 散落 昏蝉 都是很微细的那种 然后是要 对质的违品 是要由粗 见细 依次断除 就是经论中 常常提到的 就是说 对质 由小 变大 由小见大 所断呢 由粗 见细 GB的宗大使 在那个广路里边 有讲过说 对质烦恼的时候要 他的 他的经验呢 是从 烦恼才生的时候 就要对质 一旦你把 养得很大之后呢 就很难对质了 还记得这一段吧 所以看来 修订呢 对质它的违品 也是遵循着 这样的规律 现在听起来 是不是也觉得 没有那么难 从那个 第九住心 往回往回走的时候 那就从地乳路线 顺着往上走的时候 合情合理吧 就是一个我们 我们一个 从少变多 然后从没有到有 这样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循序渐进 滴水实穿 然后只要我们的 目标放好 然后中间的 船程是清净的 他所修的 所有的都有 清净的 叫点的依据 船程组织 都实践过的经验 那我们有 同样的一颗 有成佛能力的 这样的一颗心 有一颗不想要痛苦 想要离苦得乐的 这样一个 趋向性的这样的心 这样的一颗心 那为什么我们 会修不成呢 所以 非常的 期待大家 能够对直观 升起 渴望 渴养之心 然后积聚自粮 然后能够 承办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